又湿又冷的天氣 街友和低收入戶 為了求一份溫飽 在戶外排隊等候 此季加拿大分會 與救世軍合作 在耶誕節來臨前 發放禮物包 現場笑聲不斷 志工用禁思語帶來溫暖 心靈收穫滿滿 還有熱食來填飽肚子 每個人手上的餐點 志工從一大早就開始準備 色香味俱全 民眾吃在嘴裡 冷在心裡 寒冷的冬天 送上一件外套 一個擁抱 把愛的溫度 傳遞給最需要的人 待在新聞之上 看美志工吳豐加拿大報導